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印边境地区的两国士兵的后勤保障情况。 近日,解放军驻扎在边境的部队列装了新型边防巡逻被装。 新的边防巡逻被装设计先进。 科技含量高。 样式齐全。 功能也是非常实用。 做到了全方位的保暖。 这其中就包括防寒头套。 保暖做训服。 轻便防寒保暖做训大衣。 吸湿快干内衣裤。 保暖绒衣裤,以及羽绒保暖棉衣裤等等。 轻便防寒保暖,做训大衣,采用了全新的羽绒续片复合材料。 并且通过双层配套式结构设计。 不仅保暖效果更好。 而且整件衣服的重量也更轻了。 这些新型,被装的列装。 能够让边境的解放军战士们更加舒适地战斗。 饮食方面。 解放军西藏军区近期新装备了新型野战保障车。 进一步提高了高原地带官兵们的伙食水平。 新型保障车机动性非常的好。 能够伴随着官兵出征。 还能够开上高原。 高原上,连烧水都很困难。 但是有了新型保障车。 就能够让解放军的吹噬员们大展厨艺。 即使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 也能保证战士们能够按时吃上美味可口的热饭。 同时, 为了能够延长食品保存的时间, 让部队存放的蔬菜种类更加的丰富。 一批具有防潮。 抗冻。 保鲜等功能的保温菜窖, 正式投入使用。 解决了高原一线部队的吃菜难问题。 新型菜窖采用了通风制冷设备。 智能化调节风力。 湿度和温度。 使蔬菜和水果的储存时间能够达到半年以上。 住宿方面。 10月1号。 解放军高调展示了新建成的高原永久营房基地。 位于西藏阿里地区。 办公楼和营房分别是3到4层的中层建筑。 三层营房建筑高度最低。 约为11米。 每个宿舍都配有大量的吸氧设备。 还建立了很多大型制氧站。 能够让小型制氧机和氧气瓶配备在每个战事的身边。 确保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同时。 解放军在高原边境建立了模块化保温型方舱。 可以在几天之内就搭建完毕。 方便快速增兵。 长期部署高原前线。 极大的提高了战斗力。 新型保温方舱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分宿舍。 食堂。 灌洗室。 厕所。 库房。 微电网。 供暖设备等7个模块。 根据需求进行搭配使用。 营造一个舒适,而且便捷的环境。 在高原的环境下。 保温型的方舱在设施完备程度和保温性能上相比营房还是要稍逊一筹。 但是保温型方舱性价比高。 在一些气候恶劣的地区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由于是预加工的板件。 安装和施工非常简单。 施工周期还比较短。 无需,大型机械辅助。 在无水无电的极端环境下,也可以组装。 而且90%的零件,都是可以重复使用。 真正做到了随用随剑随走随拆的战术构想。 方舱保温性能比较强。 其最大的亮点,就是全新的供暖方式。 采用的是,被动式太阳房与主动式太阳能极热,相结合的方式为室内供暖。 营房在外界零下40度的低温环境中保持15度以上的温度。 极大的保证了官兵们在高原的住宿条件。 俗话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反观同样在高原的印度士兵真的是惨不忍睹。 印度常年陈兵边境。 但后勤方面,一直都有缺陷。 首先, 印军的一些偏远哨所据点。 基建一直都没有跟上来。 很多士兵只能得到最基础的面粉和油。 水。 补给很差。 在最新曝光的照片显示。 印度高原士兵拿到了橙汁。 罐头等补给。 还算是比较丰富了。 但是因为没有送来足够的燃料和吹噬造具。 这些东西全部冻成了大冰块。 没法吃。 第二。 印度国内基础工业能力不够。 连帐篷和冬装都不能国产。 夜市仪。 战斗头盔。 防弹背心等等。 这些都需要进口。 目前印度有20万军队都在边境。 而冬天即将来了。 印度国防部赶紧向国外,采购了价值4000亿卢比的过冬物资。 而且要到11月底,才能发货完毕。 在此之前。 印度前线士兵,只能挨动了。 然而在8月底。 印度军方就宣称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足量的各种武器弹药。 防寒物资和粮食。 给在克什米尔东段边境驻房的数万名士兵提供了充足的补给。 第三。 印军后勤,管理体系不健全。 印度军方目前正在努力地确保着,部署在拉达克东部的印度士兵,能够得到必需品。 以便在极度寒冷的前沿地区,坚守岗位。 然而。 印度一线士兵,现在连喝水都费劲。 冬季高原地区所有的地表淡水都冻结了。 印军必须要请地质学家帮忙寻找地下水源。 而印度士兵日常的食物,就是罐头加热的鹰嘴豆。 或者是一些果汁,和一些耐存储的食品。 这些食物,在冬天缺少燃料的前线。 几乎很难被士兵食用。 然而印度军方却便解说。 食品不应该是评价部队优劣的标准。 因为打胜仗靠的是指挥官。 而不是厨师。 也有一些印度媒体报告。 印度正在边境种植枸杞、杀鸡、离麦等食物。 以补充前线的物资短缺。 相比之下。 解放军的后勤管理,都运用了很多民用快递和外卖的技术。 方舱设计,完全是中国自主创新研发的。 所有的零部件,都不需要依赖进口。 强大的经济背后,就一定有着强大的后勤保障。 在未来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里。 面对高原地区的苦海。 解放军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也希望印度士兵和印度媒体,不要太羡慕。 毕竟中印之间,是存在巨大差距的。 好了。 都看到这里了。 就点个赞吧。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方便的话,订阅我的栏目。 关注我的频道。 定位 。